如果已經把它合併了 所以將來合併的話 會放這邊假設合併 合併應該就OK了 所以剛剛合併的話 是如果那個檔案存在的話 就把all.tst刪掉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一個個打開 一個合併 最後合併完成 並且把舊的給刪掉 所以這裡面就全部清空了 所以在低疊底下就會有all.tst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合併完之後 我希望再把它做分割的話 可是要怎麼分割比較簡單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有預留伏筆 這個伏筆是什麼呢 因為在每一個檔案 這個是第0個編號0 然後中間跟第1個下面這個的話 就是有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n跟反斜線n就是兩個換行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方法 切割嗎 切割不叫Splitter Splitter的話如果有兩個反斜線的話 那他就會可以幫我把它Splitter之後 那不就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了嗎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把它Splitter之後 基本上就會 因為每一個中間都是加 有沒有 這個兩個反斜線 有沒有一直到這裡 OK 一直到連馬組 馬組好像兩個 馬公有沒有 但問題喔 問題來了 可是我把它切割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它檔名要叫什麼 檔名喔 有沒有 因為它切割完之後 假設檔名的話 不過剛好 這個剛好裡面有一個固定規則 你會發現喔 它的檔名有沒有 三重 剛好在這個位置 這裡 OK 三重 後面兩個字 它中 立 也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底下往下 南投 所以我就找到一個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 台中 它的固定規則 剛好就是它的次數 所以我算了一下 它剛好算到3這個字的話 剛好是第16個字 然後 從的話 剛好第16 17個字 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抓那個字的位置的話 它這個位置 2一定從0開始 所以特別說 如果我這邊算到三重是 16 17的話 那我可以喔 把這個字串 的位置喔 假設這個字串喔 我們將來會是放在list1好了 list1裡面的第幾個呢 第0個好了 這一個是一整個字串喔 那我要取它的16跟17的字的話 我可以在這個後面再加一個中瓜 意思說這個範圍就一個字串喔 然後它開頭 你可能需要給它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要 你要取的 起始的那個字是哪個位置 第16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index所以應該是-1嘛 從0開始 所以這裡的話就15 意思說我要取第16個 後面加個冒號 冒號是到哪一個字停下來 欸 那我要抓是 再來就是第16嘛 所以應該是15 16對不對齁 啊我17不要 所以要到哪個地方停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停下來是到 所以喔 你變成要寫成這樣 中瓜胡 第15個 等於 所以第16個字 一直到什麼呢 17停下來 意思說不會抓到17 也就是它抓的是15 跟16 15、16 剛好就抓到3 從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字可以拿來當檔名 後面加副檔名.tst 這樣就ok了齁 其實這個地方是剛好找到它固定規則 所以我們的寫法怎樣 第一步喔 我可以先怎麼樣 分割 分割的話第一步 我們可以先把它用什麼 用那個Spritzer 一樣齁 把那個D 疊底下的O.tst 讀進來 讀到F 然後用什麼呢 用F.read 把它全部讀進來齁 後面直接接啦 但你可以分成兩行 我前面講過 你read完 你再去切 或者是說你直接什麼 後面再加一個Spritzer 直接可以再接著做 Spritzer 然後把它按照什麼呢 兩個分割開來 然後把這個print出來 比如說我print 你會發現 直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List 它這個裡面呢 就會放什麼 這個我們放在上面的所有東西啦 你會發現 大概就長這樣 其實非常隱藏 就全部都讀進來了 ok齁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一個一個 大家是太多了 我剛才先把那個什麼 這個0好了 先print第0個 第0個應該三重 我們先看一下三重 ok 那這邊應該是把那個三重的資料 把它讀進來了 把它縮小一點 這個字太大了 這個 ok 三重有沒有 那如果我只要這兩個字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再到後面什麼 中國阿胡 然後第15 冒號 第17 執行一下 print 三重這兩個字 那如果你後面還在加什麼 加點tst的話 那就加點tst 有沒有 那執行一下 三重點tst就出現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需要什麼 切割完之後把它寫出去 但寫出去的時候 需要給它一個檔名 跟副檔名嘛 不然沒辦法存檔 ok齁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是找出來的規則 所以它剛好就是第16 第17的字 每一個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它就一邊切割 一邊把它檔名抓出來 所以一個一個的 按照它檔名又寫出去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你們 來吧 好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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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 好嗎 好嗎 好嗎